不錯,不過他的防禦率2.72,沒有辦法反應 以他的防禦率還有每局對上率來看 這個球阿拉蘭接住了,轉身之後傳一來,有機會嗎? 一雷神說奧斗 這個球大轉身的傳球是很漂亮,接的也漂亮 不過重點還是在許國榮的接球 一個挖地瓜我們前面談到的 就是一雷神你必須要有接這種反彈的一個能力 這個挖地瓜,狗了很漂亮 不過以這個慢動作來看的話,似乎打折的機會是存在的 我們看,出局出局出局 奧斗,奧斗,奧斗在交領機尾打擊 領機尾在交領機尾打擊 領機尾在交領機尾打擊 再打,再加安打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陳志偉接球之後要對角線的傳球 刺殺了今天過生日的郭戴勇 所謂要求的標準 看一個是傳方向 不過這個球被林中南跳起來沒收了 來到二壘之後 這個手臂看起來也還蠻穩定的 嗯 車的方式跟游擊手穿車的方式不大一樣 馬上又有機會來考驗一下林中南了 當時班尼歐腳授長為什麼要留下來 主要就是他確實是很好 那班尼歐在這場比賽連續兩個半局 都讓中信精隊三上三下 四支安打發揮了不錯的效果 而在散局的下半中信精隊率先登場的打者黃鎮騎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遭到刺殺 不然你們在國外常常看得見 不奇怪 變化球掉進了好球袋 K掉了李一偉 打擊球 這個曲球投的並不是說很理想 降滑到兩成二九 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而讓接球之後傳一壘 刺殺了打擊的康哲偉 連續三個半局中信精隊的進攻 都是三上三下 和速球進來進到了好球袋 打擊的另一關中 戰爭不動遭到三出老K 準啊 內角球投的真的是沒有話講 就像一把刀一樣的插進來 讓打者完全沒有出棒 來到是第二棒的林詠坤 哇這個球游擊手沒有攔住 穿越出去 林詠坤要上到一壘了 這是中信精隊今天第一位上壘的打者 打得強勁了 這個球也奔著打平飛球的一個情形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三壘手進球做相場二壘要再往一壘送 郭戴勇 Double Play結束了中信精隊在四局下半的攻勢 這個半局中信精隊是一次變相的三上三下 有機方向這個球而讓攔住之後傳一壘 刺殺了打擊的威納斯 這個球出發了被散陣 沒有忍住啦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壞球 這隊叫位球投走投變化球 哇 棒子跟球一起飛出來 不過並沒有影響到阿浪的手臂 前五局只被打出了一隻的安打而已 在這個半局中信精隊率先上場的打者是黃正奇 這個球打高了在中外野方向遭到了接殺 一出局 打擊要來到是中信精隊第八棒李毅偉 這個球也打高了 哇 來看看這個球要讓給誰來處理呢 讓給優愛野手 蘇建榮也來嘗試一下 又要來考驗一下阿浪了 接球之後傳一壘 打擊的康哲偉遭到了刺殺 也結束了中信精隊六局下半的進攻 新龍牛隊的先把投手板尼歐 我們說他的防禦率跟美局配上禮率都不錯 但是並沒有辦法轉化成 那剛剛中信精隊七局下半 第一位上來打者林冠仲 游擊方向的滾低球 今天兩位打者都要來考驗阿浪 游擊就比較吃下定心碗 這一球陳志偉沒有辦法攔截 看這個球要記失誤的機會是存在的齁 果然紀錄上給了三壘手陳志偉一致守備的失誤 這球是一個正面的 他想要側過勝來接 應該要在正面接啦 這個球打得扎實在中外野方向 不過庫隆曾華偉快步的移動過來 把這個飛球給結殺 也結束了精隊在七局下半的反攻 不可以用溫良攻卷讓啦 這波不通啦 不能謝謝指教 謝謝指教的 碰到了三陣這場比賽卡洛斯第二K 對又是變化球 哇投的真精彩 讓你看的時候是一個好球 但是很快的呢 往下下墜了 精隊教練團這邊也有做功課 針對其他各隊的投手 球種啊 配球也好都有做功課 而且這一方面 曹總說他 這種整痛 繳學費要少付一點 黃正騎士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遭到了刺殺 這也是阿浪正教豪這場比賽 所抓到的第八個出局數 李維維今天兩次的打擊沒有安打 這個球打高了 二雷手跟遊擊手 看看是誰 二雷手 阿浪是說 很有可能是他接球的時候 那個位置沒有算好 三雷方向的滾地球 陳志偉 對腳線的傳球 刺殺了打擊的康哲偉 看起來啊 西洞牛隊在二雷跟遊擊這個位置 做了對調之後 其實兩位選手 至少在這場比賽來講 表現上面來講 因為本來就是對 班尼歐 面對到林冠仲 投出了寶寵 這場比賽班尼歐第一次的寶寵 林永坤三雷方向的滾地球 遭到了刺殺 比賽結束 班尼歐投出了一場 一安打的玩風勝 也是中華之棒 史上 應該是第九場的 一安打玩風的比賽 要恭喜班尼歐啦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進行這場比賽的球迷時間 班尼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